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FDA警告说 不要使用烟柿子进行家庭新冠测试 麻州在2022年被评为最适合养家的州 波士顿市长吴米周一表示 无论州政府官员是否继续其政策 既只将现场教学寄入学生所需的课堂时间 波士顿的一些学校正准备能够提供远程学习 与其他学区一样 波士顿公立学校在新的一年里 也面临着与新冠有关的缺勤所带来的人员配置挑战 吴米说 包括非新冠原因在内 周一有1202名波士顿公立学校工作人员请假 麻州州长查理贝克和他的政府 一直在宣传亲自上学的重要性 以及对社会情感和教育的好处 当被问及是否在重新考虑允许远程学习问题时 贝克说 我们一直都说 孩子们最好的地方是在学校 波士顿在周五使用了一个雪天 并在周二使用另一个雪天 届时预计会有极冷的天气 吴米说 这是自2015年1月7号以来 该市的学校第一次因寒冷天气而关闭 周一专员杰弗里莱利通知联邦的学区 他将再次延长所有K-12公立学校的口罩要求 至2022年2月28号 根据一份声明 口罩要求的延长是基于公共卫生数据 与以前的口罩要求一样 如果学校能够证明教学楼内至少有80%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接种了疫苗 就可以取消这一要求 口罩要求 要求学校遵循以下准则 公立学校各年级5岁及以上的学生和教职员工 必须在学校的室内佩戴口罩 但吃饭喝水或戴口罩休息时除外 所有来访者应该在学校的建筑内佩戴口罩 无论其接种情况如何 在户外不需要佩戴口罩 强烈建议5岁以下的学生在学校也佩戴口罩 这与早期教育和护理部对托儿所的口罩政策一致 因医疗原因不能佩戴口罩的学生和教职员工 以及因行为原因不能佩戴口罩的学生可免于此要求 根据麻州校际体育协会提供的指导意见 学生运动员和教练在室内进行任何与体育有关的活动时 都需要佩戴口罩 口罩应该由学生家庭提供 但学校应该为需要的学生提供一次性的口罩 根据联邦公共卫生令 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必须在校车上佩戴口罩 专员在声明中说 他将根据公共卫生数据的需要不断优化这一要求 波士顿市长吴米周一表示 在他清理帐篷并为人们提供服务的最后期限前两天 有83人已经从Mass & Cass地区营地搬到了新的住房 而且在12月的调查中还有足够62人居住的空位 波士顿公共卫生委员会上个月的调查发现 有145人居住在被称为Mass & Cass地区 该地区已经成为该市无家可归 吸毒成瘾和精神健康危机的中心 调查结束后 吴米政府设定了1月12号的最后期限 让145人获得住房和其他所需的服务 他说 每天的健康检查继续进行 特别是在温度越来越低的情况下 我们继续看到人们搬进来 每一天都搬进已经建立的新住房 所以本周标志着从住房激增到社区建设和恢复的过渡 周三 该市将继续努力为个人联系住房拆出留下的 不再需要的帐篷 并开始清理街道 吴米说 拆出营地将需要超过一天的时间 城市公共卫生 公共工程和检查官员 将在周三之后继续留在该地区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醒 不要使用自采的烟柿子进行新冠测试 并说人们应该按照指示使用这些测试 当涉及到再加快速抗原体新冠检测时 这些棉签是用于在你的鼻子里 而不是在你的喉咙 在关于新冠病毒感染的喉咙痛的传闻报告 和早期研究表明 唾液可能是检测Omicron变体的更好方法之后 一些人开始采用用鼻腔样本的抗原测试棉签 用它们用来擦拭喉咙 FDA发言人本周说 新冠检测应该按授权使用 包括遵循其关于获取测试样本的使用说明 FDA已经注意到 关于自我收集咽喉柿子的安全问题 因为它们比鼻柿子更复杂 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对病人造成伤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 咽喉柿子由受过训练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收集 根据Wally Hub的最新研究 麻州被评为2022年最适合养家的州 Wally Hub评估了所有50个州 使用了51个家庭友好度的关键指标 这些指标又被分为5个类别 这些类别包括家庭乐趣 健康和安全 教育和儿童保育 可负担性和社会经济 每项指标都按100分来评分 这意味着100分等于养家的最佳条件 然后该研究确定了 每个州的所有指标的家权平均数 以得出7总分 并使用这些分数从最好到最差的顺序 排列所有50个州 麻州的总数为65.21分 排名第一 其次是纽约州和弗蒙特州 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相反 研究人员发现 密西西比州是2022年最不适合养家的州 累计得分只有30.47分 新墨西哥州紧随其后排名倒数第二 路易斯安纳州排名第48 按位置细分 每个主要类别 除社会经济外 麻州即使不是第三位 也在前10名之内 包括健康与安全 教育与儿童保育和可负担性 以上是这次波士顿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